你在下蹲的時候,一力量往外壓,往外推 跟進你的彎嘛,這個彎是這樣子的話 最外圓的時候,蹲在這裡 好,再來再來再來 你沒跳啊,跳一下,跳一下 那手拿這個 身體這個位置是往前的 如果是這樣就不對了 往前一點 如果是大彎的話呢,大彎的話呢,你要說 這邊沒怎麼支撐 大彎的話是這樣子的 這個力量很大 把重心在裡面 你還沒轉彎,沒有轉彎的時候,身體就往下倒了 你要能感覺到這隻腳能抬起來 就說明你的力量是對的 走的是不對的 靠靈心力 他就說蹲的不夠,上面是蹲 有蹲 明顯有蹲,但蹲的不夠 往下 你蹲的不夠就說明你往外推的力量不夠 我感覺他速度就是,他如果走完的話,跟那個速度有關係 他如果速度是不上,對,他速度要是慢的話,他沒辦法就是說蹲太下 欸,James啊 你那個 你那個 你蹲越下的話,你蹲越大 你那個蹲 你那個蹲 你那時候 主要是說 現在蹲的話,其實是要做成一個起伏 蹲的話就是要你壓住的血半 把重心向前 然後 當你做transition的時候 就是 出彎了以後 你要轉向一個彎之前 然後就站起來 把重心再向前壓 調整這個重心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 調整完重心以後 在 入下一個彎的時候 開始慢慢蹲下去壓住那個板 實際上就是練一個起伏 有上有下就是把那個 對你控制那個血板 就有一個壓力在那裡 站起來的時候是release你那個壓力 蹲下去就是壓住你的血板 讓你那個血板就是 在你的控制下來轉彎 現在只要那個 其實一般來說 初學的話不需要說 轉大腿轉的很厲害 就是tivering不需要做的很多 主要還是靠壓著你那個板來轉彎 很多時候那個 我們初學者是怕 在4-9的時候是怕 在4-9的時候是怕 那個向下衝那個 那一下子 然後就很快 那轉彎 這個會很容易造成 一個wedge的內角成重 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而且你那些重心 它可能也不好 所以的話 說衝著4-9的時候 只需要你壓住那個板子 就好 也不一定說要像圈裡扔 實際上 你只要能壓住那個板子 就是那個血板 稍微有一點點力韌就好了 然後那個血板會帶你轉彎 現在的血板設計都是 就是壓住以後 它就 它有那個setup 可以幫你放出去轉彎 所以只要你克服到那個恐懼感 就可以很容易造成 不要怕那個速度起來 這個關係不大的 現在 對 現在先把這些重心啊 壓力啊 還有就是內外腳痛痛啊 這些先 實際上最主要還是重心的 內外腳痛痛 欸那個James啊 有用學長嗎 James啊 你那個起伏能不能做一個給我們看一下 關鍵是這個起伏 你在什麼情況啊 起伏 是中彎呢 還是就是大彎呢 還是 就是從綠道上的 綠道上的話 如果是初學的 基本上沒起伏 有一點點就OK了 沒起伏了 就開著最低的吧 最能看出來 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就是大彎 就是力量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呢 就是這樣子 速度很快 蹲得很厲害 會起來蹲得很厲害 因為你要力量很大 往外推 往外蹬 蹬這個這個缺板 你要蹬不住 扶那個門的那個感覺 對對對 就像這樣子 大彎大彎力量很大很大 你要不這樣的話 你撐住 必須撐住 可是現在不要講這個 那種叫performance 你現在身體學到 基本的那個basic basic 就是你表中彎的話 你就是那個basic 像這種溫度 你腳這樣子 有這個起伏度就夠了 對 其實你 不管速度高低 你都可以變這個起伏 只要把那個節奏練好了以後 你到那些高級點的學道 一樣是這樣做的 你可以把這個動作的幅度 做大也沒問題 只要你習慣了這種 然後你到那個 那個抖一點的坡上面也是一樣的